恒生指数在此黑天鹅特杂下,辰转间已失去两成多市值,导致也经过四次熔断,金价比特币也跌不停,几乎所有避险工具已失效,唯独港住宅物业,不者认识一位中产业主,年前退休,于是将当年储得的约一千万资产现金,转渣汇丰,作长线收息用途, 但汇丰股票,年内已跌去三成市值,虽然息率未有改变,但深果仍是恐慌不安,因派息率没有永恒不变的承诺,住宅方面,自去年中至今,楼价租金跌幅小于一成,如一年前同是市值一千万元的物业及汇丰股票。 直至现在为止,前者保值力明显远胜后者,但后者的股息收入,举多于同类物业的租金收入,不者在金融海啸认识另一位投资者, 随自住物业外,亦持有十万股汇丰作收息用途。在海啸丰股市前,其股价曾升至130元,但其后急错七成至約36元。跌幅非常客人。 楼价方面,当时曾最多下跌三成,今日汇丰年内已跌三成多,楼价跌不足一成,证明渣流营比渣汇丰稳得多。 现时未过,如汇丰不幸要跌五成至約35元,楼价也有机再下跌一成。以此估计,物业刑事保值首选。 上述的两位汇丰股票池有人,都各自有自己的住宅物业。即是说,他们虽长渣汇丰,但并未因此唾弃物业。 两种投资工具,发挥两种不同作用。